科技部升格为部会之后呢 先是被炮轰说网站的设计太阳春了 哪里科技啊 现在呢 网站上面又被恶搞了说 有骇客把原本是介绍疫苗的网页 改成了搞笑的漫画 科技部的官网因此就出现了什么猫耳朵美少女啊 但是资安专家警告 这是因为科技部的网址有漏洞 如果被恶意入侵拿来诈骗 恐怕就有人要受害咯 科技部上线不到一个月的网站 被炮轰做的太阳春 像小学生作品 现在又被骇客当剑靶 把原本介绍疫苗的网页 篡改成搞笑漫画 大大的猫耳美少女 配上超浪漫特效 有片片雪花加小精灵 恶搞的骇客说 自己是想提醒科技部 要注意资安漏洞 只是13号网页被害 科技部拖到17号才赶快撤下 Kuso网页在官网整整放了5天 在网者列有个东西 一起加到这个网页上面 那当你在这边输入一些 恶意的程式的时候 可能在这里就会被执行 原来是骇客抓到 科技部网站漏洞 只要修改网址 在后面加上程式码 就可以换上自己设计的内容 以假乱真 资安专家警告 如果有心人士恶意制造 官方假消息 让科技部官网 变成钓鱼网站 甚至冒名募款 恐怕会有民众受骗 把它修改成一个 完全很类似的网站 那去调你的账号密码之类的 或者说在里面 直入一些恶意的程式码 刚上线没多久 就这样 可能会让人觉得 是不是很好入侵 那可能会陆续有更多人 想要尝试 科技部升格为部会 但网站哀后一点也不科技 而且竟然还被害 科技部恐怕得上井发条 展现领导台湾科技的实力 记者林东明尼杰 台北采访报导 科技部恐怕 梁北采访报导台湾科技